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先前T1点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清明上河图 就被称之为北宋的百科全图 这幅图画一般都觉得真的是叫做北宋的写真 到底呈现出汴京当时多少的繁华生活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为您一一来介绍 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就是陈小根 刘亦菲所主演的《孟华录》到底如何呈现宋代盛世风华 女性刘亦菲是演查房老板娘赵判儿 却被未婚夫抛弃 与好姐妹结伴到汴京 历经重重难关 把小查房经营成最大酒楼 刘亦菲与陈小满满CP感 两人合作古装大戏《孟华录》 即便看似是个爱情故事 但虚实上是不女性立志剧 这也让《孟华录》因此爆红 评分飙高 首播第一周网络播放量就突破5亿 网友认为剧情不俗套 人设个性分明 演员都没有包 专心发展角色都是亮点 刘亦菲这段谈心哭戏 也被观众拿出来评论 认为演技感染力很强 直呼眼泪也随着她一起落下 打开微博热搜榜 更能看到刘亦菲演技 五个字居高不下 不少人都说 大家因为颜值忽略了 刘亦菲的实力 立名主角陈小泽 也被导演大赞表演很好 他与刘亦菲先前都声势低迷 翻身仗看来算是成功 特别的是两个人 先前都拍过神雕侠侣 只是刘亦菲的杨过是黄晓明 陈小的小龙女是陈妍希 如今有才网友把两人片段剪辑在一起 16年后真的相见 其实真有一本书叫做东京梦华路 堪称是史上第一本的旅游指南 不过里头讲的并不是日本东京 而是宋代的东京 也就是汴梁现在的河南开封 作者孟元老透过文字 具细名遗的写下了北宋这闹非凡的生活 至于梦华路剧中一开始备受讨论的 当然就是赵派尔开了一家茶铺 多次展现了点茶跟豆茶的记忆 这茶百系是中国的非语文化之一 网友热烈地讨论说 那么居然用茶汤也可以做出像这样子 水墨化的效果 跟现在的咖啡拉花相比可丝毫不逊色呢 好 我们就透过片花 还有大陆中兴社的镜头 来还原茶百系的精髓 你喜欢吃什么果子 桃花果子 有的 这儿不过卖茶 掌柜新出的紫苏饮子也是一选 瞧 这就是掌柜新出的紫苏饮子 慢用 只会事前此地不够清静 之前听说你好茶 这间赵氏茶坊乃前堂第一 茶香果子好 放入茶粉 汤瓶注水 调制茶膏 再次注水 用茶咸 挤打茶汤 在宋代宋徽松的大观察论中 他对点茶的过程呢 进行了记录 首先呢 我们现在的点茶方法是 首先把茶粉置于茶盏之中 然后注入水进行调膏 膏呢 我们要调成非常细腻棉花的膏 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注水 用茶咸 积打茶汤 积打好茶汤后 就可以用抹茶粉调制的茶膏 在茶汤上进行作画 而在宋代 则是用清水在茶汤上作画 这就是茶百系 在宋代不止百姓点茶 连皇帝宋徽松也爱 七汤点茶法 就是宋徽松所写的 大观察论最精彩的部分 书中对点茶技巧 说明得非常详细 对茶咸搅拌的轻重方式 也多有琢磨 颇为讲究 点茶是唐宋时期 一种煮茶的方法 是古代漆茶方法之一 和唐代的煎茶法不同 宋代点茶法成为一种时尚 帝王与庶民都爱玩 也许有些观众朋友 还没有看过这出戏 不过呢 衍生出来的相关宋朝热话题 在网络呢 讨论度超高 而且呢 很多人呢 可能会说 怎么颠覆了 我本来对于宋朝的认知呢 另外如果我们比对古话的话 也会发觉说 我们对于古人的生活 恐怕不是完全出于想象 怎么说呢 马上来请教两位专家学者 第一位要来介绍 是艺术史学者 邱坚一 邱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介绍台诗大助理教授 李淳宇 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老师您看到 有一本著作叫 欢乐送 宋朝是不是真的那么欢乐呢 我们马上来解答 薄一讲到宋代的生活 马上会提到的就是 清明上河图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故宫 之前所做的古画动漫 真的是栩栩如生 那么拱桥呢 叫做红桥 桥上的商铺林立 车马落意不绝 随后出现的大船 也可以看出宋代的河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而我们刚刚讲到了 茶柏系这件事情 其实清明上河图 如果我们把它局部放大来看 就会发觉里头有不少的茶方 大家都很喜欢去茶方 不管是市井小明也好 或文人雅士也好 真的都很爱喝茶 而且据说茶柏系始建于唐代 到宋代的时候被发扬光大 很多的文人雅士 包括了陆游 大家听过吧 李清照那位女诗人 他们都很喜欢喝茶 也上茶方 另外在剧中 这个茶艺指导是谁呢 还是他 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成人 张志峰老师 您看到他就用这个 俨然很像那个咖啡的拉花 对不对 没想到茶也可以拉花吗 马上先来请教一下 邱老师到底这个茶怎么拉花 还有是不是跟雷茶比较像 宋代的这个茶来系 首先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 宋代人怎么喝茶 宋代人喝茶的话 事实上有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是喝茶步骤 不是拉花步骤 四个步骤 第一个叫做斜斩 斜斩这个斜这个字比较难写 但是斜就是加热的意思 先把那个茶碗先把它加热 第二步的话是要调膏 调膏的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茶磨成粉末之后 让它调成膏状的 之后的话就是点茶 点茶的话就是让它变成这个水 冲击到里面去 最后的话要吉伏 什么叫吉伏 就是拿一个小汤匙 然后把那个茶膏给它稍微搅一下 这样子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从唐宋时期的人 他们就发现了 在吉伏的过程当中 会冒泡泡 这个冒泡泡的话 其实各位观众也不要把它想太复杂 它就是泡沫红茶 就是这个冒泡泡了 冒泡泡有的话 泡泡不是会生起来吗 所以后来他们因为冒泡了这个事情 后来演变出变成豆茶的行为 那豆茶的话重点是 就是那个泡泡要咬住那个茶盏的高度 以那个泡泡能够持续多久 来作为胜负 所谓的像这样的 像茶柏系的诞生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诞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板上面 可以看到茶柏系制作的时候 的这一个四个步骤 五个步骤 我们一般看法里面认为说 首先的话茶柄先把它拧碎 然后的话再把它拧磨 调成细粉 然后这个再注入水 这个就是所谓的从这一个 调高到点茶的过程 然后所谓的茶柏系 这个分茶之系 他们是从这一个后面 开始让它可以冒泡 然后到最后的话 以这个茶匙在这个表面上做化 据说在宋代的时候 他们把它演变成一个 类似现在的咖啡拉花 像这样的做法 然后宋慧中本人据说擅长此道 而据说更厉害的人可以连续点四碗茶 就四碗茶一起做 而且在上面还可以写诗 然后最后一句写完以后 第一碗茶上面的那个字还没有散掉 据说这是当时的绝技 那就是所谓的茶柏系 大家相信吗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传说 乡业传说的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不过的的确确可以画出像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像张志峰老师 他就画了很多这样子的话 也真的是为妙为孝 也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刚刚老师讲到了点茶 豆茶 其实话说回头 如果真的有像刘亦菲这样子的茶馆的老板娘 舞姿曼妙 风姿错约 在那边帮你点茶的话 生意一定好得不得了 但是其实像这个点茶 豆茶 在宋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盛行 据说连苏东坡都颇号此道 没错 宋朝其实上至文人雅士 下至平民百姓 都号点茶 豆茶此道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是 刘松年的点茶图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主要有一群仆役 有一群杂役们 是在服务着他们的主人 主人们可能正在品化 正在鉴赏字画 他们就在旁边负责点茶 那点茶我们就可以看到工具 比如说水瓶 茶盏 茶险 各式各样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可以晓得 连一般的平民百姓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们都可以点茶 豆茶 那像刚刚开文姐提到 苏氏的点茶故事 所以我们就可以晓得 他跟他的好朋友菜香 两个人今天要来豆一下茶 可是两个人豆茶 茶叶有分高下 再来两个人的水值 也有所不同 后来苏氏赢了 赢的关键不是他的茶比较好 是他的水值比较好 所以我们真晓得 水值也要讲 水值其实也是在 点茶豆茶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且我们在点茶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烧开水 对 而且听说宋朝人也蛮厉害 他们烧开水也有一点学问的 他们是天生变水 这有什么稀奇 我们现在也天生变水 因为我们有敌壶 对不对 可是在以前有敌壶吗 请问一下李老师 当时因为磁瓶是不透光的 大家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所以宋朝人就练就了 很好的耳力 他们就用听的来听这个水 它的温度大概到了 他们要的一个 很适合点茶的温度 然后它里面这个煮肺的状况 是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 冲茶 然后就要开始击肺了 这个是宋朝人他们很 非常非常的耳力好的一个部分 是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了 是用热开水去喝热茶 对不对 但是夏天那么热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总不能再喝热茶吧 听说宋朝人很喜欢冷饮 有多爱 我们再来看一下清明上河图 随便看一下这个红桥的桥头 把它放大来看 又看到了影子摊 这个影子摊可厉害 再来看另外一张 我们再把它放大 你看这个是九柱 王源外家 外头 这个招牌写的就是香影子 这个招牌写的就是影子 那这个影子是不是就是饮料呢 他们到底有多么爱喝冷饮 还有一个就是 所谓的香影子跟影子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同时我在看这个孟华路的时候 中间有一段 也讲到了 他们后来到了这个东京 也就是汴梁 开了一家叫做半遮面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 他们提供冰 他们居然有吃冰 难道宋朝也吃冰吗 听说双麒麟创冰 冰棒一应俱卷 玛丽老师 没错 其实吃冰的历史 在古典中国是历史非常悠久 从先秦开始就有冰箭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冷冻库的概念 那发展到糖 发展到宋 其实已经到达巅峰了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影子 或是香饮子 它就是一般的我们想象中 加入中药材 或者是养生食材的一些养生的饮品 大家想象一下 菊花枸杞茶 青草茶 养生茶等等 平时的时候就可以喝 这是宋朝人的日常 那提到吃冰的话 夏天很热 他们就很喜欢吃冷饮 吃冰品 可是没有冰怎么办呢 他们从冬天的时候 就先把冰块都储存好 储存在冰箭里面 那当时的冰箭是用木制做的 木头 木头做的 那封得很厚 再封在冰窖里头 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取出来 那在宋朝是有一个皇家机构 叫做冰镇 它是专门在管理冰块的 那这时候平民百姓 其实是可以跟官府 合法的购买冰块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大家吃到 各式各样的冷饮 甜品 冰品 那在周密的武林旧式里面 就有提到 当时候吃冰 上面就可以加点牛奶 然后再淋上一点 各式各样的甜的饮料 就变成我们现在 很像双麒麟的冰饮了 原来如此 但是其实刚刚讲到了 管理冰块的机关 其实如果有看 孟华路这出戏的观众朋友 会知道 它是皇城司下辖的机构 皇城司是谁呢 皇城司那个最高的主管 就是后来陈晓来饰演的 但是他们说 其实皇城司管的 其实听说管的 下辖的单位 就是管冰块了 但是听说宋徽宗 当年也吃冰吃到拉肚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当然了 夏天吃冰 大家人爱了 比如说像这个宋徽宗 宋徽宗据说的很好 根据本草的记载 讲说宋徽宗兵吃多了 吃到那个皮不好 那个皮胃就是不好就对了 那不好以后的话 导致了还要长期炒医生 来帮他看病 这是宋徽宗 那宋徽宗之后的皇帝 南宋时期另外一个宋孝宗 这个宋孝宗 他还亲自讲 他自己讲的 因为我刚才讲说 这个宋徽宗吃坏肚子 是人家讲他吃坏肚子 但是南宋的宋孝宗皇帝 是亲口讲说我冰吃多了 正前饮冰水过 或者说他的冰水吃太多了 吃太多以后 下一步怎么办 拉肚子 所以可见得这个东西的卫生 在以前一直都有一些问号问号 那重点是 你要找到干净的冰 去哪里找 其实我们从历史记载来知道 他们其实以前有分的 一般的江水做的冰 跟江心水的冰是不一样的 江心水 什么叫江心水 你想想看那个河流洁洞了 对不对 冬天的时候天安地洞洁洞了 靠岸边这边的 惨了 这个沉淋垃圾 上游来的死猪什么东西的 都在河边这样子 所以他们尽量去找 靠江心的水这个地方 这里让水干净 所以其实饮冰也是讲究的 为什么 因为不是说随便的冰都会拿来做 是 那么其实刚刚有讲到说 到底怎么储存 因为古时候又没有电冰箱 那这个储存就是很厉害 你去凿冰这个大家在冬天可以想象 可是怎么样把它留到夏天才来使用 这可是一大学问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清会典 实实在在的记载 说紫金城有五口轿 它藏兵两万五千块 那么景山西门有六口轿 藏兵有五万四千块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 而且他们都盖在那个比较阴凉的地下 而且要怎么样来保冰 用稻康树叶这些天然的素材 真的是蛮聪明 那冰窿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在北京故宫也都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先看到这是西汉的冰窖 好 再来看下一张的话 这是说铜雀台的冰井 可以看到就是说都深入到地下 刚刚讲到了北京故宫 其实如果您有到北京故宫去参访的话 说不定可以到这个餐厅去看一下 他们冰窖后来把它改建成一个餐厅 但是从冰窖拿到家里头 在冰窖里头 大家还可以继续保存 拿到家里头怎么办 刚刚老师已经都介绍过了所谓的冰箭 那冰箭这件事情 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 先前的宴席攻略里面就有讲到了 如果有看那出戏的观众朋友 也会误以为说 是魏英洛发明的冰箭 因为他们就正在魏英洛很聪明 皇帝也吃那个冰果 皇后吃冰果吃得很高兴 但其实从春秋战国时期 好像就已经有冰箭了吗 我们是不是请老师继续帮我们解说一下 是的 那个冰箭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要把它想象成 它是冷气机加电冰箱的混合体 它其实是冷气机也是电冰箱 怎么回事呢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 一些像正后影幕里面 就已经找到了冰箭了 这个冰箭的话 其实它的材质是用铜做的 就是早期的冰箭是用铜来做 就是取冰就放到里面去以后 因为上面有一些 盖子上面有一些洞 所以那个冷的冷气 就是从里面散发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再安排了一些 这个庸人 仆人旁边 那扇子开始扇这样子的 仆人旁边 凉快 凉快 这就是冰箭 这个就是最早的冷气机 但是这个冷气机还有一个附带功能 比如说你夏天想吃西瓜的时候 怎么办 这个西瓜就把它泡到这个冰箭里面去 就是因为里面是冰水 所以它有冷冻的效果 或者是说把你喝的汤品 食物 就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进到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 它同时也可以发挥出 像冷冻柜 冷藏柜这样的功能 可是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这个冰箭的 泡面图拿来看一下 我们也是不是来做一个介绍 OK 这个冰箭的话 基本上的话 基本上它是双层的设计 什么叫双层设计 它外层这个地方是放冰块 里面的话有些是中空的 有些是另外再放个容器进去 用意很简单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外层的冰 透过外面的那一个什么铜的部分 它可以散发出 冷的那个冷气出来 那里面的那一个容器本身的话 它可以放食物到里面 可以取到这个冰镇的这个效果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设计 但是这个设计有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知道吗 那个冰块怎么办 冰块换一换 变水了 不冷了 所以他们家的佣人 就比较辛苦一点 一直要往里面加冰块 对不对 可是后来他们又发现了 不但发现了 这个在冰里面丢消食进去 消食是一种矿物 然后消食在这个溶解过程当中 会吸热 会吸热 这样子的话 就会让这个冰的温度急速降低 可以取得更好的冰的效果 所以其实以前有钱人家 到夏天的时候 可能上街买冰 然后用冰件来让屋子里面降温 这样子的 这是古代有钱人家生活 所顾的事情 当然一般人家可能没有这种享受 但是这个是在以前的情况 怪不得我们看那个古装剧 就想说夏天那么热 还穿那么多 对啊 不是吗 怎么受得了 原来人家有秘密武器 但电金在当时到底有多么繁华呢 有一种说法说北宋的GDP 可占全世界的80% 真是如此吗 那么此外 我们看到我们桌上 摆了一碗的这个白米 这个白米 其实东南亚来得特别长米 这跟宋朝的经济繁荣 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马上回来请别走开